一日貼片除了製作速度很快之外 也相當適合以下三種人參考 第一種是我們可以利用一日貼片 來快速的改善牙齒的顏色 第二種則是牙齒它有一些些的不整齊而已 第三種則是牙縫過大 牙齒比例很不好 我們也可以利用一日貼片 來將它恢復漂亮的牙齒形狀 認識數位假牙之前 首先想先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一下傳統假牙的製作 傳統假牙首先我們會在患者的口中印模 之後再以石膏灌出牙齒的模型 再進行凋蠟、脫模、壓住等程序 需要非常多的時間和心力才可以完成一個假牙的製作 而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 假牙已經可以用口內掃描機來取代傳統的印模 只要用一個小小掃描機頭在嘴巴裡面掃描口腔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3D的立體項 再利用這個立體資料進行假牙的設計和製作 如此一來我們不但可以大幅減少製作的時間 還可以避免傳統印模時的不舒服和噁心感 透過數位假牙的技術 一日貼片也就隨之誕生 那一日貼片又是什麼呢? 只能用一天嗎? 其實這邊的一日指的是快速的意思 在適當的條件下 我們可以做到24小時內完成假牙的製作 隨著科技的進步 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選擇一日貼片、一日假牙 來改善它原本的牙齒的顏色和它的形狀 有效率的做出漂亮又合適的牙齒 而一日貼片除了製作速度很快之外 也相當適合以下三種人參考 第一種是我們可以利用一日貼片 來快速的改善牙齒的顏色 第二種則是牙齒它有一些些的不整齊而已 第三種則是它的牙縫過大 牙齒比例很不好 我們也可以利用一日貼片 來將它恢復漂亮的牙齒形狀 貼片會不會很容易就掉了? 這是很多人對於一日貼片會有的疑問 其實貼片要掉是很不容易的 只要是經由合格牙醫師執行 在精準製作下的陶瓷貼片 其實非常不容易掉落 並且在後續的保養上 只要保持日常的清潔就可以了 其實像我自己的牙齒這邊 也都是貼片哦 一共有8顆 使用這些年來都沒有問題 聽說貼片要磨牙 會不會造成敏感性牙齒? 其實是不會的 我們貼片的磨牙厚度 大約會控制在0.3-0.5mm之間 並且在完成之後的貼片 還是會完整包覆我們的牙本質 所以並不會因為製作貼片 而造成敏感性的牙齒的哦 不過我這邊也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一開始就已經有牙周病 或者是牙齒非常的凌亂 甚至有咬合的問題 都應該先進行治療 將這些狀況做改善 才可以考慮貼片的製作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步驟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